這支營一七年的2B question 7B 7B這個部分主要是想說Fringe Benefits HRM的項目 它想問為何要提供Fringe Benefits給員工呢 對於公司來講或者有什麼好處呢 我記得是Airline Company 主要你會看到它在Marking Scheme 提供了4個好處 或者4個原因為何要做Fringe Benefits給員工 第一個是Fulfill Legal Requirements 第二個是建立一個好的形象 Beautimate as a Good Employer 第三是Satisfy 員工的Security and Social Needs 而第四是Enhanced Employees 也不算太難回答的這個項目 你會看到它當然有給一些例子 譬如說我們Compile with Legal Requirements 我們其實無論是供NPF 即你可能要說要供多少NPF 有兩天的有身病假 或者做足一個星期有一天的休息 或者一些Statute Holiday 一些公眾假期 我們都可能要給員工放假 或者你為什麼可以 去建立一個Award of Good Employer Choice 知道為什麼可以獲得這個獎 會不會有一些Flexible Working Time 又或者會不會有一些友善的員工的措施 例如說可能有一些生日假 或者有一些多些Subsidies 甚至聽過一些會有一些錢 是效盡他們的父母之類 又或者可能給一些Satisfy Security and Social Needs 可能給Insurance Medical Insurance 又或者搞一些Recreation Activity 例如可能最簡單 A New Dinner 或者一些Picnic 又或者有一些挑戰員工去做義工 或者搞一些興趣班 諸如此類 這些都可以幫助員工去調節他們的身心 甚至聽過一些公司 現在可能會幫助員工去搞一些Dating活動 擴闊員工的社交圈子 之後一個Enhanced Loyalty 可能就跟一些Subsidies 譬如會不會有一些staff discount 例如Airline 可能會不會他們買機票會便宜一些 可能會有折扣 又或者一些training subsidies 他想要進修的時候 會有多一些補貼等等 所以要透過一些例子 我們去寫分清楚的分析 你會看到今次是一個12分的題目 所以每一個項目都要寫三分 當然你只要寫一分 基本上要解釋 所以有可能會是一個的key point 再加兩個的example 你才可能會拿到三分 OK 我們又看看後面多一些解說 例如說他會說到關於他建立一個image的時候 有什麼可以再補充呢 例如他可以吸引到求職者 又或者 例如說 你會看到 例如說 所謂的social and security list 可以保護他們的健康 或者是健康 或者是健康 延長的負責 令到他們減低他們的turnover rate 或者增加他們的morality 好 OK 然後他就說 譬如supplement to monetary reward 即是說 在那個monetary reward之上 我們再給他多一些誘因 譬如 可能他那個人工不是很高 但是福利會比較好 譬如 compensate for lower or less competitive wages and salary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franche benefit的出現 好了 那我們看看 那個 學生寫的東西 譬如看到這個 Supplement monetary reward 他就會 説到 譬如說 可能 他裡面包了 譬如有一些獎項 OK 行不行 那 又或者下面 你會看到他寫 enhanced employees well being 即是和 satisfied social needs and security needs 那 你會看到 他可能 有些什麼呢 可能他可以是 一個 的metical retirement insurance 這個 都是其中一個 可以寫的 insurance 即是 也有講到 又或者 他講到 這個 enhanced employees sense and belonging 即是 enhanced loyalty 他有些什麼 例如 可能他會說 會給一些 discount 他們 或者service 他們 又或者 你會看到 下面他寫的時候 enhanced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image 我會說過 透過這個 可以attract 多一些的員工 即他的 名字是一個 很caring的僱主 又或者 他們的福利很好 所以 他們會去 補這些公司的時候 會是 更加踴躍 令到他們 可以 更加好 好了 到最後 這個項目 你會看到 他都跟 legal requirement 是有關的 剛才說了 譬如 關於工 NPF 又或者 你可能有些 要給OT required by law 這個都是一些 relevant的 example 對